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零类接触和第一类接触是指看见远处或者模糊的UFO 第二类接触是指近距离看见清晰的UFO 而第三类接触是指看见外星起源的实体或生物 第四类接触是指和外星人进行了沟通 外星生物的证明也许就可以证明外星人的真实存在 该事件发生在墨西哥当地时间9月20日晚上8点30分 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位于太平洋沿岸 距离墨西哥城约300公里 是墨西哥格雷罗州重要的港口城市 阿卡普尔科港位于一个水深且半封闭的海湾 许多人认为它是墨西哥太平洋沿岸最优良的港口之一 它也是来往巴拉玛与旧金山之间的船只的停靠港 视频画面的正中间有几只鸡在密室行走 画面的右侧有几位年轻人在棚屋旁边安静地说话 而在视频的左下方 似乎出现了一个外星人的神秘实体生物 注视着年轻人和动物所在的方向 在后面的视频中可以看见该实体生物转身离开现场 年轻人似乎发现了这个生物并追击的画面 该生物外星人很像我们通常称呼的灰人 这个实体的生物结构与典型的灰色外星人一致 是一种双逐生命体 肌肉少 没有明显的衣服 长臂 头部比身体的比例大很多 拥有一个巨大的眼眶 关于他们蹊跷拜访的行为 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在寻觅动物 或者是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 据说灰人因为缺乏生殖能力只能困难自己 然而这不是办法 他们努力通过绑架进行混血和DNA试验 上造自己的生育能力 顺带也绑架动物提取他们的体验和煤 在美洲不仅仅是外星途流案 连很多家庭都有被波及 这些案件都是真实的 而且数量众多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们是和平理性的拜访 毕竟外星途流案的真相还是一个谜 在阴谋论中 美国曾经和灰人签署协议 灰人提供先进的科技 而美国政府允许他们捕捉人类做实验 不过限制数量必须安全送回 而且必须提供名单 然而实际执行中 灰人不但远远超出数量 而且干了很多坏事 最终导致了著名的道西战争事件 目前我们还无法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下最终结论 那么对于这个视频 请分享一下您的观点